记者中丽华台北报道,中国技术对台31条,此期台湾学生与博士附中发展,曾在中国求学与任教长达12年,现任政大传播学院兼任助理教授的李正亮表示,台湾年轻人习惯民主与自由,但在爱国主义与言论管制下,中国的校园气氛苦闷,而且中国建立个人档案,严密观察与记录每个人的政治态度。 在组织与学校的发展等动向,日常生活都可感受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利。 李正亮担任过民进党议委助理,在2000年总统大选曾加入匾团队助选大选后的参访行程,让他感受到中国不在自己的知识架构,带着近距离观察中国社会的好奇,决定就读北京大学博士班。 不过,毕业时却因学历不被台湾承认,只能留在中国找教职。 李回忆,当时申请三所大学,有的学校在他试教后几乎要录取了,去考在党委书记。 中国的学校人士全实际掌握在党委书记手里,令他印象最深的是,在面试时有人问,台湾人能适应中国严格的言论管制吗? 这个提问反而像是提醒他在言论管制下大学校园的苦闷。 最后他进入天津南开大学执教,四年后却也遭无预警解聘。 李说当时是暑假,学校课程与教室都还好了,他却突然收到电邮通知不续聘。 虽说他是一年一聘,但按照劳动合同法,不。 续聘前半年前应先通知当事人,但校方未一约定,也没说明解聘理由。 他猜测应是与出版拆纳,我在这样的中国有关。 不过,书是在台湾出版,却被校方掌握。 他认为两岸交流其实也是所谓监视网快速形成。 李的特殊经验还有中国的个人档案制度。 他解释,档案跟着人走,随着求学、工作而移转。 里面有所属单位对个人评价与评语,这应是秘密的,但可能因当时台身在中国工作的人有限。 校方在他毕业时发牌档案,档案里对他详细的观察、描述与监视。 而档案是谁写的,他不愿推测,却认为这有人性幽暗的一面。 台湾的大学自由开放。 李说,南开全校运动会中,入场一世集体,喊着锻炼身体,复兴中华的口号。 他在批阅学生的报告,总会看到学生在结尾加上一段爱国的民族主义表述。 例如,讨论中国摇滚歌手崔健时,学生会总结到根源于西方摇滚乐,如何在中国的土壤健康的发展。 谈到法国拍麦圆明圆授手,学生则是回答中国强大了,这些文物就很容易追回。 李认为,在爱国教育下,学生无法用自己的话,说自己的观点。 李认为,现在台湾年轻人对自由、民主的要求,跟阳光、空气和水一样重要。 热到中国生活一定会很不适应。 不过,很多台湾博士附中任教,是迫于现实的无奈。 在中国人事的制度下,也很难做好职业规划。 至于附中就学的学生可能着眼于四年后的就业市场。 但中美贸易战开打,未来变数很大。 附中前一三四。